倒退倒车的是中共 不是我 我们留在原地没有动 中共国台办新任发言人陈兵华 13号引用已雇海机会董事长 孤政府的失据谈两岸关系 并指称民进党政府上台以来 大开历史倒车 陆委会副主委张志宏作出回应 而对于陈兵华称 希望台湾撤除对陆客团 不光彩不必要的限制 陆委会也有话要说 如果这句话是他们在反省自己的话 那我非常欢迎 因为到目前为止 大陆的学生 我们一直欢迎他们过来 来这边求学 他们还是不放 张志宏表示 台湾欢迎陆生来台求学 也愿意接待大陆团客来台 但中方却迟迟没有回复 另外针对陈兵华说 台湾学者附陆交流时 遭扣流盘查是刻意炒作 张志宏反问 如果没有发生这些事情 为何中共无法公开作出交代 并希望陈兵华能发挥 曾担任过多年的驻台记者经历 希望他能够 多把当年在台湾 这个跟我们的社会 跟我们的民众相处的这些经验 能够忠实的反映在他的工作上面 这样对两岸关系 是有正面的一个帮助 张志宏表示 台湾民众不喜欢统战语言 而是真诚的交流互动 至于中共12号公布的福建对台示范区 张志宏说 中方将在14号召开记者会 说明此政策 陆委会将会试其说法 再来做出评论 新唐人野太电视 林家维 黄庭峰 台湾台北报道 林家维 黄庭峰